其实既然本部奥运会来说 如果江柏拉能够拿一次奥运会的金牌的话 对于他来说也还是实至名归的 对于他来说也认为他来说 一个蓝米02的人 现在会打线路了 对他的办法就是没有办法 连击调整传球 没有传好 从这前到后面那几局的进程来看 特别这一局我们看完这进程来看 罗斯现在目前场上这个阵容 还是比古巴队要实力高出一筹 古巴队其实打得也挺拼的 尤其是在中间有一段追到只差两分的时候 因为是古巴也没有什么 再没有拿出来的这个点事了 但是俄罗斯呢 看着也没怎么太费劲 当然再加上这个古巴的后排防守 确实也是差点 显得加末娃的进攻更是风雨无阻 俄罗斯的赛联 双人蓝蓝多分 俄罗斯的10号莫勒索娃 在这局比赛当中 后面的那个蓝蓝也是相当的出色 在俄罗斯的泰国的这一段比赛当中是以3比1战胜了古巴 取得了今年女排大奖赛的首场比赛的胜利 好 各位朋友 那么今天我们为大家转播的世界女排大奖赛就进行到这 谢谢各位的收看 再见 再见